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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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绘 States 《麻辣》 咸的 我这么不来了 宝贝 我太小 好 我带 休闲 旅行选度假还是冒险 度假 什么度假 电影选爱情片还是恐怖片 恐怖片 咖啡选冰美式还是热马铁 冰美式 游乐场选过山车还是选转木马 选转木马 选吗 猫 那都 都 最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马上就要集训了 对马上就要五周年演唱会了开心 马上要合体集训 最近的愿望就是想快点继训 就是想说把 把之后那个五周年演唱会弄好 一样 以前或现在不会 我是认得挺多的 因为我特别多鬼畜的表情吧 最近我自己新做了一个叫冲鸭 我不会 道具啊资源什么的 我就比较喜欢吃熟的菜 因为国内都是熟菜嘛 国外很多就是生鲜的我都不太会吃 我可能是干杯楼角 演唱会的经历就留到演唱会来节目吧 我们刚刚吃了五周年的蛋糕 对 对 谢谢两位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就是陪伴嘛 对 我是觉得挺感谢这个过程的 因为我们三个人一直走了也走了五年 然后一直在成长然后一直有陪伴 我觉得非常感动 就挺特别的然后希望各自能珍惜 五年来最大的收获就肯定是自己就是在这条道路上的一些收获 还有就是所有支持我的人的那种感动 非常感谢所有的粉丝们 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的经历 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人生的体会 我觉得收获就是各方面都有挺大的收获的挺大的进步 就是如果从自身实力技能上面的话 就是跟以前肯定也不一样 然后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适应程度也印象好 这种印象深刻的场景呢就是 就是我们上春晚的场景 对 第一次上春晚那种 那种非常的激动的心情 还有就是在电视机里面看到自己上春晚的那种片段 我记得是我们好几年前一起去台湾玩的时候 那时候是蛮开心的 就是周年演唱会吧 每年呢 还在奋斗 我觉得出道时候的梦想是早就完成了 但是现在有更长远的计划和目标 还需要去努力 出道时候的梦想我觉得还得继续做下去 对未来的期待就是 嗯 就是肯定是期待的 然后呢也是希望未来的自己呢 能够去做一些 嗯 就是自己当想做的事情就是 希望不要被 束缚或者怎么样 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首先就是我是对未来是 嗯还是挺满怀期待的 不管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还有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给自己要更加勇敢 然后更加坚持 未来我就是希望自己 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然后不管 以后会出现什么事情 嗯 大家都已经 走了五周年了 所以呢也希望 大家呢能够一起 再继续走五周年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然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去 去创作一些更多更好的作品 回复给大家 就是首先是很感谢 我们跟粉丝这彼此陪伴的五年 然后又因为有他们才会有现在的我们 所以说希望之后的路也一起走 然后各自变成更加好的人 就是非常感谢粉丝这五年的陪伴 然后其实以后的话 当然是希望能继续能继续一直往下走 然后我努力做好我的事情 然后你也努力做好你自己的生活 开心 难过 比心 走着瞧 啊走着瞧 走着瞧 好 扎心了 同处 一起走 继续 稍醋 碟子 赌情